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们说到太皇太后对杰书说 现在南方战事未平 台湾还在郑城攻守里头 北边有个罗杀国在欺骗我们 朝廷里头欧拜这个东西 神不神,君不君,不知似什么 说完,用双眼看着杰书 杰书想了一会儿,忽然跪下 就说,欧拜的所作所为 举朝上下众人皆知 的确应严加情处 但是他现在掌握兵部 大内侍卫多数都是他的人 万一事情搞得不好 反而会害了皇上 这个是不可以不去考虑的 所以才找你来 我并不是没有杀欧拜的办法 故念他是老臣,不想轻易落手 他在康熙身后的苏玛拉姑也说 王爷,你说的都是表面说话 如果这阵时不收拾他 以后就更加难搞了 奥中堂以前是有功之神 但是现在他始功奥军 已经很难治他罪了 你说他有实权这个谁都知道 但是他四面树敌,朝野人心丧尽 个个都想吃他的肉,剥他的皮 只要筹划得当,铲除他 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何况主上并不想拦毁他 只是想帮他换个位置 结书知道一个宫女 胆敢在这种场合 这么大胆地发始议论 肯定事前 已经得到太皇太后和康熙的运准 听他说到头头是到 心就非常佩服他 这阵时太皇太后继续说 你好为难是真的 我们祖孙都知道 但是这件事势在必行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总会有一天 被人逼着唱逼供戏 到了那时候 谁做定国王 这个是相当明显的暗示 事成之后 自己的官位就可以继续下去 想到这些事 心一热,立刻叩头说 用什么理由去整走奥拜 祈求太皇太后和皇上明示 奴才尽力去做 这个已经等于答应了 电宗的气氛即时换磨了很多 康熙示意魏冬亭 把索克撒哈的帖 带到杰书手里头 杰书一字一句 默读了一片珠批 即时明白过来了 他连忙将他折折起 叩头说 性命如监 奴才已明白 三日之内 拜摘彈咒 第二日 杰书坐在书房那时候想着 有个家人走进来 递上一副拜帖 很恭敬地说 王爷 奴宗堂和班到二线带人来访 他详细地看了看帖 又递回家人 圆帖奉还 说给奴宗堂听 我有点不舒服 改日再会 说话都没说完 只听见有人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 王爷 你身体不舒服 有病啊 嗯 是不是得了一种 随奸随霸幽国幽民的病啊 哈哈哈哈 声道人道 欧拜揭开帘走进来 跟着 班布二线也笑眉眉来到跟前 欧拜两个见到杰书 对他走了个礼 请了个安 然后说 我帮七爷请安了 小人略通医道 愿意 以甘贬地方 为亲王驱此病魔 哈哈哈 来 坐 咦 真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结书这阵时好似一个客亲的弟弟哥 那样 眼睛睛看着他 好久都不懂得出声 过了一阵 他笑着说 哈哈 哎 哎 昨天早朝 哎 哎 哎 我宙的心 就是誠心 身体真的有不不舒服 既然两位来了 奥宗堂也精通医道 帮我看一下 班布以善也真是懂得医术 他靠身上去 好正经地帮杰书把墨 过了一阵 他起身笑着说 献丑七叔左赤滑而浮 主思虑仿佛如座周中 右关际而沉 主看法无力 饮食不振 寸屈而结 主惊恐忧虑 夜梦空险 据墨像来看 出现这些症状 适而食一些清淡的东西 宁静修身 自然就会好 欧巴在旁边笑着说 这个墨像是真是看得准了 非淡薄 无以明知 非宁静 无以致远 古姓先言 皆莫能爱 王爷何等明达 对此寥寥 苏语 喜不通晓 哈哈哈哈 班布以线把墨的确很准 这些症候 杰书全部都有 自从 欧巴大闹 朝堂 诛杀 苏立海等人之后 杰书整天都觉得心很不舒服 而昨天答应 而昨天答应了皇上的那件事 自己真是出于好无奈 更加是午内翻腾 整晚都睡不着 现在班布以线 搞搞滑滑 报出这种病 再加上 再加上 指着一只玉瓶就说,老夫想喝酒,这个是什么酒来的? 杰书少就说,这个是如此的四川名酒玉柳卿,玉柳卿?好名! 欧拜说着自己浸了一杯,仔细的喝了一口,班大人,好酒,不妨你也试一杯吧,说完就一饮而尽,又浸上一杯,递了给班布尔线,班布尔线摁高头,把酒喝得下肚子笑着说,好酒,好酒,嗯, 可惜就太过吭,于是双手就将一杯还给傲拜,如果不吭,这只酒又怎么叫欲流傾?不吭,欲流怎么会为此而傾呢? 欲破碧就一边漫不惊心玩着酒杯,一边对杰书说,你问怎样才可以淡薄凌正? 比如说 苏克萨哈的案 不妨就跟我一起审 汇咸而奏 皇爷就有几日时间得以清闲 你说老夫说得对不对 结书就见欧拜单刀直入 想到所有的计划 很可能都会弯弯公司 他苦笑一声说 欧公看起来已经空有成竹了 不知道有什么打算 怎么个审法 欧拜中银杯 轻轻地放下 面色一沉 他说 这个当然要问清楚之后 才可以定下来了 是不是 杰书大人 是啊 颁布二线大人 我们来了很久 都应该回去了 等皇爷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讲完 带着颁布以线就走了 杰书就送了他们出门口 刚刚转身准备走进去 看见到基岸上 那只银杯的好粗的杯脚咬断了 整杯走就倒了 整个基岸都是 杰书就非常之差异 他猛然醒悟 只觉得那头嗡一声 整个就躺在安乐椅上 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讲回明珠那边 会试考完几个月 明珠高兴了几个月 拜防师 会同了 整天都没有空 不是接待这个就接待那个 谁知引荐下来 只是拿到个薄望同枝 好素兴 五次又是血他不要去负任了 在京城等一等 看看有什么机会再算了 谁知道一再活动 连个京官都活动不了出来 五次又是原先 想着自己的出外游历 谁知天气不好 弄出个伤寒出来 最终一住就住了几个月 得病好了 但是呢 还是十分之虚弱 那么几个月下来 好着得到明珠 和何贵柱的轮番时候 汤水都比较足 所以身体呢 还没什么点 而何贵柱 当初是看不起这个明珠 但是这次看到他对五次友 十分之体贴 所以整整一下就没什么 这一天吃个早饭 天色比较阴沉 没什么地方去 五次又觉得无聊 所以就叫了何贵柱过来 笑着说 明珠大概又去内务府那边 找那个姓王的了 对了 没什么做的今天 如果没什么做 陪我捉回盘棋了 好吗 何贵柱笑着说 难得二爷这么好庆祝 难得二爷这么好庆祝 那都没什么所谓 这些棋 二爷你手下留情 哈 哈哈哈哈 盘棋又捉到一半 五次友已经占了上风 逐一逐一 忽然间 听到有人说 喂喂喂喂 你这么捉法 你实输了 两个人来转头一看 哦 原来捉棋捉得太入神那头 魏冬亭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进来的 所以两个人吓了一跳 何贵柱就连忙起身说 喂喂喂 什么时候来的 哈哈 你们两个真是章语量彩 来来来来 你们继续继续继续 五次又望着魏冬亭就说 咦 什么外面下雨吗 哎呀 濕透了濕透了 你脱了这件衣服来 你坐过来这边 这边暖很多的 魏冬亭就摆了摆手 坐在旁边 今天没时间去玩 兄弟我奉命过来 和五先生商量一件事 五次又还想捉棋 他笑着说 什么事这么紧要呢 何贵柱就见他两个 有正经事要谈 于是就起身拱了拱手说 两位你们谈谈先 让我拿点茶过来 魏冬亭连望说 不用了 你也不妨听下的 魏冬亭小心翼翼地 在怀族里头 拿了一份碟皮纸贴 他说 你看看这个 五次又接过一看 上头一行 中黄小佳 端正地写着 敬请五先生 次有过府一罪 以为渴慕 下面一行 细不公皆写的是 师属弟子索额图丧赐 还有一行 辅然是 如是由来人说明 五次又看完之后 就乌傻傻 什么意思呢 于是他就问 这个既非名次 也都不像拜帖 而且索额图大人 那是当朝的众神 这个帖 断不敢当 仍然是 言帝讲明一下 缘由 魏冬亭 看了旗盘 据针自着地说 是这样的 索额图大人 有个弟弟 太夫人很喜欢他 今年就已经十四岁了 一直想说 找一个饱学之士 去教他 讲到这些书 他望了望五次有 跟着说 先生书向世家 那我们大人一早就 很想见一下先生你 但是又怕先生 雅亮高智 就未必肯重屈就 索额老中堂 临终的时候 就再三吩咐说 一定要找个高手 来教他 那索额大人 不敢违父命 所以 叫兄弟前来 敦请先生 讲完又 行了个礼 说 东庭 希望先生 能够赏面 五次又听了 五次又听了之后 点了点头 笑着说 既然如此 也都算是有缘 不过 就难为了你了 毅东庭连望 陪笑说 这个学生 先生是见过的 五次又 晃高的 脸 想了一会儿 他忘言地摇了摇头 说 我见过 我来到京城之后 没什么 是怎样结交朋友 的 哦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是不是上次你带过来的那个叫做龙公子的那个小孩呢 毅东庭拍着手说 哎呀 先生 你真是猜对了 没错 就是上次的那个龙公子了 龙公子回去之后呢 慢慢吵着 叫他母亲即刻派人过来 接先生过去 当时呢 大考在职 所以就不是很方便请你的 我上次跟先生说的机会 就是这件事了 五次又笑着说 这个龙儿我真是很喜欢 脂质挺好 而且得英材而欲知 也都一大快事 不过 他犹豫了一下 继续说 现在收到家父的书信 说老父年事已高 十分之挂念我 而且在京城 也都很闷 想回乡下 看一看 都没等五次又讲完 毅东庭就说 吴先生 路太野那边 请你放心 兄弟有几位朋友 要到贵乡 要办些事 可以托他们 先见一见老人家 老人家如果高兴了 也都可以过来京城 行下 何贵柱听到这些书 也都照过来说 二爷都扶正爷的 府邸那书做西斌 老太野听到 肯定是开心高兴 算我说最好就是这样 不过到时 你千万不要学 那个什么明爷 现在他都不想回来 只懂得一天 走出去 毅东庭笑着说 他又不是说 看不起你们 前日 在乌鸽士家里 见到他 他经常都还说 应酬很多 没功夫 回去客店那书 看看你老人家 还说怕你老人家 和吴兄长 疏远他 是的 不如这样来先生 外面的车是现成的 如果不嫌弃的话 现在我们就过去 好不好呢 五次有亦都站在身上 成蒙索压徒大人 如此错爱 那我就不客气了 恭请不如从命 毅兄 请 先生 你先请 从今之后 兄弟只是龙儿的半毒 你就是我的师长 我就不能够和你平起平坐 哈哈哈哈 哎呀 什么说话 什么说话 与其是这样 不如我们干脆就以兄弟相亲 免得搞到师生来就师生去 很不方便的 况且我又不喜欢这些东西 多拘束呢 是不是 还说什么圣人之教 毅东庭正在说 为康熙 怎么行拜师礼这件事 在想着 担心 担心搞不定这个差事 没想到五次有 那么爽直的 真的有点 喜出望外了 于是又顶了一句话 索压徒大人 未必肯 五次有 满不在乎 这么说 半师半友是最好的 索压徒大人那边 等我去跟他说 好了 那么索压徒那边 又是怎样的呢 索压徒在府邸里头 摆了一只 很丰盛的酒菜 在那里等着 他又说 毅东庭这件事 办不好 请不到这个先生过来 但另外担心 这个先生来了之后 那些礼仪 不知道怎样安排 所以他心 就七上八落 彩树周身不聚财 对于太皇太后 交给他的这件差事 他始终疑虑虫虫 因为自古以来 帝君心居九重 谁拱而至 哪里听讲过 皇帝静静地 请个白衣寿事 来做老师才行 但是太皇太后的态度 非常坚决 他说 皇帝不大不小 不能够继续下去了 欧拜请那个什么祭祭 千万不能够要 苏玛拉姑虽然好 但是读的书 毕竟都是有限 而且有一个女孩 这件事 也是万不得已的 想到这些 他真的很为难 如果这件事 走漏了风声 被欧拜知道了 又会是怎样的呢 白龙御福 常年又屈于神下之家 万一有个三叉两错 就不知道要担过什么罪了 怎样向天下后世 解释这件事呢 越想就越棘手 既然是师生 当然要行一个拜师之礼 那么这个拜师之礼 你叫皇帝 是怎样跪下来呢 真是头通头通头通 好了 到底康熙 见到五次有之后 又发生什么事呢 欧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by bwd6